大家好我是菜鸡 这两天收到几个观众的留言 希望我讲讲最近发生在澳门的一个事情 我了解了一下之后 发现还真的挺有趣的 所以决定加班做影片 说说这一次的时评仪式抄家事件 话说在上个星期六的3月19号 澳门一家叫传家泰面的泰国餐厅 在自家的FB专业出po 图文并茂指控一个IG时评账号的 先代古惑仔受保护费的招数 你好啊 我们今天来了你的新店拍摄的 稍后时间就会为你的店出贴文介绍 想问一下你们 介不介意赞助这贴文的IG广告呢 按惯例店家一般会给200到500 似乎预算 当然下广告的话 我们会休息一下文案 让它更吸引人 相对之下 没有合作的贴文就会比较直率 因为想对一些会付出的店家公平一点 虽然私信内容里面 完全没有说敲价勒索 最后还很有礼貌的说谢谢 但不给钱就直率一点的说法 不禁让人觉得有点雨带威胁的感觉 有网民拼在图片上的线索 很快就找到了疑似 敲诈店家的 是一个叫 Macalfood的IG账号 介绍栏里面 他说自己是专专评分的饮食顾问 更重要的是他还强调自己是实话实说 喂大哥 给钱就休息一下 不给钱就直率一点的话 还算是实话实说吗 不过大家别误会 仪式被抄价的其实不是初破的传家态面 而是他的邻居 一家名叫 HIDO的咖啡店 网民很快就在IG找到了这位 直率时评人对HIDO的评分贴文 五分满分里面 HIDO的环境评分有四点多 其他项目的评分也还算不错 不过服务就只有两分 最后总体评分是三点一 那为什么他的服务评分那么低呢 难道是店员的服务态度很恶劣吗 他们有IG 可惜不回复讯息 官吏服务分扣两分 哦 那所以整件事情按我的理解 就是直率时评人不请自来的去了HIDO拍摄 回去之后就IG私信店家 虽然说是会出帖文帮忙宣传 但是不给钱就会直率一点 而店家受到这语带威胁的视讯后没有回复 或者按我的理解是懒得大理 结果就被扣了两分的服务分 其实还有人留言问过直率时评人 你家他说什么 直率时评人就回复 不重要了 喂大哥 这么重要的私信内容你说不重要 果然是非常直率 这帖文一出很快就在澳门和香港年上 网民形容这次事件是现代版的古惑仔收保护费 甚至人露出直率时评人本人的照片 原来澳门处处商机 原来店家应该付出的不是食物品质 是200到500块 我人很直率的 但看到钱就会好虚伪 每次一顿倒占500 上业奇才 抢家来说算是很给面子啦 又直率又现代化 还有网民模仿直率时评人的视讯给他发了一个视讯 你好啊 我们今天看到关于你的帖文 稍后时间会为你的帖文留言和给赠评或者付评 想问一下你们介不介意赞助这帖文的留言呢 按惯例 原po一半会给200到500 似乎预算 当然下广告的话 我们会秀实一下留言 让他更能吸引赠评 相对之下 没有合作过的帖文就会比较直率 因为想对一些会付出的原po公平一点 谢谢你 不过因为直率时评人在严上之后 就马上更改了IG和FB的设置 网民发不到视讯给他 想去他的IG和FB留言也没有办法 直到隔天的3月21号 直率时评人才发声明回应 文章太长的关系 我在这里就不全读出来了 不过最关键的 疑似敲架的这一点 直率时评人强调 自己绝不会以实话实说形式做要求 店家赞助的金钱也全数投放在广告费用上 从未有私吞任何金钱 是不是危险呢 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可圈可点 但你说从未有私吞任何金钱 那难道你那么伟大 自己倒贴做义工 帮那么多店家做宣传 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真的要叫你一声大哥了 事后因为大部分网民都不接受这声明的回应 认为直率时评人即使本意不适 但他的手法就已经是在敲诈 持续在他的声明贴文复评 现在直率时评人已经把IG给删了 那大家又认为不给钱就直摔一点的这个说法 是雨带危险呢 还是只是当时人太直摔了呢 我现在没工作啊 我做着黑社会先咯 我给你拍戏了 我来收场地颈 好了 我是夏基 我们下次见 拜